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发誓一定要看一看师生人面相的如山真面目 都说人多力量大 这位易高人胆大的探险家带着一百多号人风风火火的开工了 但是他们都太天真了 沙漠里的沙尘暴是说来就来 分分钟就能把他们挖好的大坑给填回去 但是他们却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勇敢 正所谓 窃而不舍 金石可漏 窃而舍之 朽目不折 他们充分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 探险家带领的这群人各个热血沸腾 但是被来势汹汹的沙尘暴打磨掉了最后的耐心 热血很烫 冷水很凉 于是他们只好收拾工具回家了 这次的挖掘工作大败而终 探险家带着垂头丧气的队员灰溜溜的走了 直到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末 埃及考古学家萨利姆哈桑 最终将尸身人面像从黄沙中解放出来 在学术界一直有个争论 谁也不知道尸身人面像是怎么来的 有人说这座尸身人面像 很可能是法老胡夫建造的 他建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金字塔守灵 据说公元前2610年 法老胡夫来这里巡视自己快要竣工的陵墓 也就是胡夫大金字塔 他发现采石场上还留下一块巨石 他本着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的原则 当即命令石将们按照他的脸形 钓一座尸身人面像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表示不服 他们觉得尸身人面像并不是法老胡夫修建的 而是他的儿子哈佛尔法老下令修建的 埃及的金字塔如雨后春笋似的 一座挨着一座 很显然并不是一个人修建的 法老胡夫给自己修建了金字塔 他的儿子哈佛尔也给自己修建了金字塔 在哈佛尔统治时期 埃及并没有胡夫统治时期那么繁盛 于是呢 哈佛尔发现自己的金字塔 比父亲的金字塔矮了三米 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怎么到他这儿还落落了 既然金字塔高度不够 只好用装饰品来凑了 哈佛尔就找了一块大石头 勒令工匠建造了师生人面像 这个说法呀 可是有真凭实据的 就在距离师生人面像四百米处 考古学家雷纳尔发现了一些证据 将师生人面像和哈佛尔法老 联系在了一起 最早的证据要追溯到1853年 当时有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的 法国考古学家来到了埃及 这位科学家呀 非常的幸运 他在师生人面像的周围 转了一圈 就发现了一尊黑火山石雕像 您猜一猜 这石雕像雕的是谁 没错 就是哈佛尔 在这石雕像的旁边 还有一所建筑的遗迹 后来被称为妙谷 此外奥古斯特还发现了一条 专门铺设的石道遗迹 用来连通着妙谷和哈佛尔金字塔旁的神庙 其实除了这座神庙之外 在师生人面像的附近也发现了一座神庙 这座庙被称为斯芬克斯神庙 这些证据显示 哈佛尔法老安排了一个伟大的建筑计划 包括师生人面像 自己的金字塔 以及神庙等 时至今日 师生人面像依然屹立在金字塔旁边 遗憾的是 他已经开始破损了 有人说 金字塔的破损是因为拿破仑 他曾下令炮轰师生人面像 于是呢 拿破仑的士兵直接拿师生人面像当做练习的靶子 师生人面像的鼻子就在试射中给轰下来了 然而 传言终究是传言 不能够当真 关于师生人面像被毁坏的原因 科学家们在经过了详细的考察后 给出了正确的结论 其实呢 使师生人面像遭到严重破坏的罪魁祸首 是大自然 金字塔处于埃及西部 强烈的风暴裹挟着大量的沙石 不断的击打金字塔 沙石击打的力量很大 频率很高 以至于师生人面像曾多次被沙漠完全吞没 18世纪 拿破仑到这里的时候 沙子已经淹到师生人面像的脖子了 一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 埃及才大力整顿这些流沙 前后共花了70年的时间 清理掉了师生人面像周围的沙子 而在那时 石像的鼻子已经被破坏掉了 师生人面像作为附属品 在金字塔旁守候了数千年 如果不是因为金字塔的风头太盛 它的名号将更加响亮 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代劳动者的智慧 好了 本期的话一录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更多精彩内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斗军BDJ731 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